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嘛远吉了 梭巴仁波切意间独挑起领导部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上师耶席喇嘛的意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转化困境为菩提道 使不理想的情境为理想的 使最有效训练心智的修持 使转苦为乐的方法 在此末法时期 修行上有着许多无可避免的障碍 某些问题是我们必须会经历的 也无从选择 例如疾病 在这个时候 就必须要将这不想要的困境转化 成为有力且必要的情况 如果不能在一切顺逆境中都这么做 就有退转佛法的危险 例如 人很容易在富裕时 丧失修持佛法的可能 有一修心的祭宗说 富裕并不好 贫穷其实更好 如果贫穷且遭遇困苦 则你能成就佛法 乞丐身是修持佛法的目标 许多传承的喇嘛 如蜜勒日巴尊者等 以苦行的生活成就正绝 听起来 上面的教室 像是说必须做真正的乞丐一样 但事实并非如此 重点是要斩断世俗的攀缘 所有成就佛法修持的障碍之缘 另一记诵 无相 受赞美并不好 被批评其实更好 舒适并不好 不舒适其实更好 若得到舒适 是在耗损前世所累积的善业 而经历困难却是丧时的加持 获得圣明或拥有高位时 同样也有退失佛法之危险 除于所谓的如意境 也就是所谓的快乐人生时 也有退失佛法之危险 还有 因为担心失去这些拥有的如意情境 也在退失佛法的危险之中 但相对的 身处逆境 也一样有退失佛法的可能 这使得修持神圣的佛法非常困难 所以无论遭遇顺境或逆境 都应该要能够转化他们 使他们不能危害自己 在佛法上的修持 遇到问题时 想着 这是上时的加持 这样可以除去我的恶业 清净我的业障 并且帮助我 在大乘转念上训练我的心智 使我能为众生成就正觉 或难给我机会发展我的心智 把一切受到的伤害当成问题 反复思维它是怎样的一个问题 并因此而反省 这样无法止息自己的苦 因为是思维方式 使遭遇化为苦恼 那么便只有另一种思维方式 能止息苦和不快乐的心 那就是要能认识 即全是自己的遭遇非苦 而是乐 因此每当问题出现时 应心声欢喜 视之为启发内心菩提道的帮助 遇到主爱时 要心声欢喜 立即想着 这看似障碍 但对我来说不是 其实它能助长我 启发内在菩提道的证悟 如此地训练自己 使得在逆经中都能心声欢喜 遭遇不幸时 运用善巧的方法极为重要 换句话说 每一痛苦的经验 都是可以观修的 不同的问题 运用不同的法门 如此善用妙法 所有的苦都可以与善结合 所有苦的经验都变成善了 用接受问题代替否定问题 能使自己的心情产生很大的不同 有助于暂时停止惧怕和忧虑 以此为基础 再进一步将问题与善结合 也就是利用问题与菩提道次第教法结合 并运用它来生起三主要道 出离心 菩提心 及空性政界 如此一来 对所遭遇问题的体验 事实上已转成佛法了 问题本身成了安乐的因 经历困难消除了前世的恶业 而转化了这经验为善 为平安的原因 广泛反复地思维 从痛苦中得到的大利益 把每一善巧的方法列出来 如此体验问题 其利益与修持前行法 如献曼达及做大礼拜 或观修菩提心的利益 是相同的 仔细思维问题 带来的好处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样 才能一再增强欢喜逆境的念头 使不理想的境遇为理想 是最有效的转念方法之一 也是转虎为乐的方法 一 运用困难来训练舍离心 困难其实只是教师的另一种形式 他给人最清晰的佛法介绍 即舍弃轮回 因为困难清楚地指出 轮回的本质只是苦 人们因此可以较容易 且很快地产生舍离心 遇到困难时 如此思维 只要在业与祸的控制下 不由自主地漂泊轮回生死之中 我所受的这种种苦 都并非不应该的 这是轮回的本质 如此思维 任何遭遇的困难 如病痛 人际关系的问题 恐惧 及忧虑 就会立即消失或减轻 困难也不再看似 那么难以忍受和严重 然后接着思维 如果连着散去友情的一般痛苦 都令我无法忍受 有如何能忍受恶序中 友情的苦呢 比起受酷热及酷冷煎熬的 地狱众生所受的苦 此世间的苦是如此之小 以至于像是莫大的乐趣 即使是地狱中的点心之火 也比地球上所有的火 总和还热上十万倍 如果散去中的小困难 都不能忍受 无疑的 已无法忍受恶道的苦 有困难时 想想其他的人间苦 想想比自己有着更多 更大的痛苦的人们 有些人不只有病在 而且有着某种非常难治 或者根本是不治之症 如癌症或艾滋病 想想失业的人 无人看护的孕妇 被遗弃的先生或太太 与父母有问题的孩子 有酒饮或毒饮的人 有人际问题的人 就是一个家庭中 也有许多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个别的问题 想想那些没遇着佛法 没有一点自由修持佛法 以造乐因和断苦因的人 想到其他有着更大问题的众生时 自己的问题就变得微小且可忍受的了 把他们和恶趣中的问题相比 自己的问题则似乎是大乐趣了 如是思维 就不再厌恶逆境 那种感觉悬之遁形无影 然后思维 轮回是无边湖海 这轮回指的不是地方 而是指被烦恼及叶种子 所污染的无虑 因为你在心中未生起对质之法 道地及喜苦的灭地 所以未能断除无明及叶 在心相续上留下的种子 因为心流中有了这些种子 且由于没修持菩提道此地 遇上欲得之禁食 就产生贪 遇上不理想之禁食 就产生了嗔 以及遇上平庸之禁食 竟产生了痴了 这些无明会产生是因为 首先尚未了悟无明的对质方法 所以无力断除他们的习气 其次未能运用教法 未能观修菩提道次第 来控制自己的心 当妄念生起时会激发业 使一连串的行为 在心事上留下习气 产生来世的轮回 业及妄念不仅产生五蕴 而且因为无明 使得五蕴 生生世世轮转不已 直到断除了 跳脱轮回的业与祸为止 因此我们只需观自己的五蕴 想着轮回是一个无边湖海 如是思维 便会对轮回产生厌离 使自心趋向解脱 将自身所受的痛苦 与成就菩提道的次第相柔和 经常思维苦是轮回的本质 有助于发展舍弃轮回的心 经由舍弃轮回 将心与善互相融合 遭遇问题时 要懂得思维 这没什么 这问题不过是恶心 不论遇到什么灾祸 即使是医务 钱财等所有的财产被偷 心脏病发作 太太 先生 或朋友的背弃 你都要如此思维 这不算什么 只不过是恶心 从前我积聚太多恶业 现在当然会遭遇问题 因为我造了阴 这些问题必定要发生 我必须受此恶业的过 这不是我不该承受的 这是公平的 既然这是轮回的本质 就没有什么可沮丧的 我必然也曾造了更重的恶业 相信之下 这对我犹如大安乐乐 还会有更严重的困难到来 只是思维有更严重的问题 仍将到来 会使现在的问题 看似较轻微一些 这是一种心理学 事实上 菩提道次第 及大乘转念的一些教法 都是可以完全断除苦因 及深奥的心理学方法 修持菩提道次第的教法 不仅可以完全消除业和妄念 甚至可以清除 遗留在心事中的维系种子 引导自己 到达正等正觉的究竟安乐 菩提道次第 是引导有情众生 成就一切种子的 最盛妙法心理学 二 利用问题来训练归一心 可以利用问题来训练自心归一 并医治佛法身 思维生生世世所受的苦 唯一能给你完全保护的 就只有三宝 所以应如是思维 不论生命中会发生什么问题 我将只归一三宝 不仅恶趣中的苦 所有轮回的苦 皆源于苦因 也就是无名跟妄念 如前面说 妄念激发业 在心事中留下种子 致使自己受轮回的运和苦 如此一而再 再而三地受生死之苦 自无始以来 造了那么多业 至今尚未受尽果报 业与妄念 引申了运聚 我仍有不可胜诉的业报要承受 轮回的无边苦海 谁有力量 使我从真实的苦 及苦因中解脱呢 唯有三宝 既然三宝有威力 让我从轮回中完全解脱 一定也能让我从现今的痛苦中解脱 因此生命中 重视有再多困难 我将永不放弃 皈依三宝 问题再多 我将永不舍弃 佛法身 如此运用问题 来锻炼自己的皈依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狗狗行为免费矫正座谈 主讲人阿喜师兄 日期6月22日星期六 时间晚上7点至9点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新逢观音菩萨成道日 明镜月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兆备 佛教慈悲志业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八观摘戒 礼拜大悲叉即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7月24日星期三 八点半八观摘戒法会 十三点半礼拜大悲惨 十六点半万灯祈福 地点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摘法义共睦福恩 法会备有受逃面线 提供参与法会的大德结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无旁物底 专注于修持殊胜的佛法 听闻的人们 他将在死亡之后引导你 震盛之青春年华 赐予我们健康和力量 热切地想要享受人生 我们怀着不灭的热忱 竭尽所能地来增加财富与权势 对一些人来说 达成自己的目标 同时意味着要损害他人的利益 然而在死亡的时候 我们将了悟 所有占据我们心神的事物 是多么虚荣无疑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要回头已经太迟了 智美的事物 从未能够诱惑死亡 智据的财富 无法贿赂它 智大的力量或权势 无法迫使死亡等待片刻 一国之君也必须遵从他的召唤 他将卸除将军的武装 即使他拥有一个 威力强大的军械库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在一生中所获得的灵修绝授 是唯一的助力 赶快 让我们在老迈夺走体能 与智力之前修行 让我们背弃凡俗生活的迷惑 与幼稚散乱 全心修持佛法 那么在死亡时 就会如无与伦比的 刚博巴大师所说的 最好的情况是 我们将了悟究竟本质 及法身 中等的情况是 我们肯定将投身净土 充满喜乐 如同孩子回归家园 最差的情况是 我们将了无悔恨 因为我们已遇见丧失 并如实地修持 他们给予的法教 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准备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所领受的法教 将能够派上用场 明天是六斩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上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霸观栽解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